和身心灵的智慧同行 与更好的自己相遇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美东时间6月2号晚上8点钟 全球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637万 而死亡人数接近有40万 而美国确诊病例超过183万例 死亡也超过了10.6万人 那目前全球还是笼罩在疫情的危险之中 我们今天将邀请两位嘉宾 一位是明医胡乃文中医生 另外一位是行医20年的杨超婆医生 来带我们回顾历史上的瘟疫 看能否找到现代人抗击武汉肺炎的有效方法 在《伤寒论》也就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是张仲锦所写的 他说我们的宗族非常的多 大约有200人左右 但是在建安那个时间到现在呢 才不过是十几年 他死亡者竟然有三分之二 那么其中呢伤寒大概是最多 大概百分之七十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伤寒这一种病 这一种瘟疫的病 竟然的是一家200多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会死掉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 可见的是蛮严重的 那我就发现到建安在22年的时候呢 北方发生的疫病建安妻子当中 竟然有四个人就发生了疫病 而且死亡 由此可见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后来建安24年4月的时候 曹操他在照令中就说去冬 也就是去年的冬天 降毅力 毅力就是现在讲的瘟疫啊 他说民有雕伤 人民啊都几乎就是都凋零而死伤了 军心于外 墾田损少 那么也就是说在外面呢要打仗 在这里呢种田的人也少了 我非常非常的忧虑 那这样子意思就已经很清楚 就是说过去的瘟疫造成了 一打仗 二这个就是民间没有人种田 再来呢又加上了这个瘟疫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人死亡的是相当的多 古代的瘟疫怎么治疗 其实讲是很难的 那么在张仲锦的时候呢 他说了他大部分都是伤寒这种瘟疫而死亡了 对不对 那么他就 他就想办法来治疗伤寒 所以呢才会写了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后来被分为两部 其中一部呢叫伤寒论 一部呢叫做金贵 这两部书 那这两部书里头的伤寒那一部分呢 就是说人生这个瘟疫 大概有哪几类的方法 而且从此也就建立了一个 怎么样治瘟病或者治传染病的一套方法 叫做伤寒论 那么这个伤寒论呢 假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能治好的话 后面就不会衍生到后头的所有的病 可是这也只是在物质上面给人治病 那么假如说我们了解 生病是怎么样一回事的话 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治病 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 有一位道人叫做张道林 张道林就是后来的道教的开山始祖 当时他就创立了道教 那么他用他的修道的方式 跟人讲法 而且呢跟人这个治病 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啊 要生病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说 疫病呢就是一种邪乱之气 所以呢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那一段是世道昏乱 全国性的大瘟疫 有好几十次 那所以东汉的一位经学家叫何修 他说过 明吉义也邪乱之气所生 就是说瘟疫这种病呢 都是邪乱之气造成的 所以呢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他就认为是邪乱之气 既然是邪乱之气 我们就要用治疗邪乱之气的方法 不是只有用药物啊什么 例如张仲锦他是用药物 用各种治疗的方法来治 可是呢过去的君王或者是官员们 他们就懂得 哦原来是邪乱之气 既然是邪乱之气 那可能就是因为人们不尽神明 有大逆不道的状况 而且是可能就开始检讨自己 是不是亲小人而远闲尘 是不是有暴力杀戮了 是不是恒征暴恋了 使得苍生受苦 所以呢古人就说 人心生一念 天地尽相知 举头三尺有神明等等 所以当时有一个这个道人呢 叫做张道林的呢 他就想到了用这样的一套 类似宗教的方法 或者说是就是修道人的方法 来治疗这一种这种病情 那么他呢 当然也可以就是所谓的驱魔驱鬼啊 等等这些方法 但是呢他还有一套特别有意义的方法 这套方法就是交给人们拿一张纸 写上自己所做过的错事坏事 然后写好了这个自己做过的 这一生所做过的坏事做错事 然后呢把它给丢到水里头的时候 向神明发誓 不再做那些错事以及不好的事 如果再犯的话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 那么人人都按照这样子来做 没想到竟然的瘟疫就不见了 因此百姓们都一传十十传百 病都好了瘟疫也不见了 所以张道林和他的后代的弟子们 一共治了好几十万人的这个所谓的瘟疫的病 神农长百草是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了 氏是上古时期对各类神奇的敬称 神农士就是华夏文明走向农耕时期出现的一位大神 他头上长着两只脚 生得牛手人身的奇异模样 他出生的时候地上就出现了九眼井 井里的水彼此相通 如果汲取一眼井水 那么另外八眼井水就会随之波动 这位神农士是少典之子 与皇帝是兄弟 他们同时华夏民族的人文出组 神农士不仅教人耕种 还发明了麻布制衣 陶器 琴瑟等 定立法 通贸易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明 长药是神农士最受称道的经历了 也散见于其他古籍的记载 事已说神农士是玲珑玉体 即身体是透明的 能够看清五脏六腑 因此他不仅可以观察草药 对人体的效用 还能够及时解毒 除了清口品尝 神农士也有法剂相助 搜神记说 他有一根褶色的神鞭 凡经超打过的草药 他立即能辨别出 他的毒性和寒分药性 因而有了神农的尊号 出于治疗疾病 毒伤的需要 神农士便开始尝百草 寻找解药 不过淮南子的记载 还是太简略了 若再进一步追溯 我们发现 神农尝百草的真实目的 竟然是为了寻找 治愈 瘟疫的两方 现存最早的汉族史诗黑暗传 就记录了这段沉重的历史 当时天下瘟疫广 村村户户死无人 神农治病尝百草 劳心费力进山林 师哥还讲述了神农士尝药的艰险过程 他吃下草药后 不幸中毒后腹痛难忍 急腐解药驱毒 如此坚持下来 他辨别出七十二路毒神 找到还羊草救活了百姓 神农士尝药不止一次 他在为一百多年间 疫病时常爆发 每次神农士都不忍百姓 为病痛折磨 就亲自到深山老林中 亲自尝药 用自己的神力拯救苍生 除了毒草对身体的伤害 神农士寻药的过程 也充满了苦难和考验 但他也受到了上天的保佑 遇难成乡 最终历经千难万现 神农长百草 瘟疫得一品 《山海经》记载了一位 居住在玉山的女仙 西王母就是一位 主管灾疫和刑罚的神明 这段记载也说明了 瘟疫是由神控制 从天而降的一种可怕的灾疫 当时发生了什么大事 导致天降大义 虽然年代越久远的记录 就越零散 不过有件大事流传甚广 那就是皇帝大战吃油 一统华夏民族 吃油是神话中的负面人物 长得野兽的形象 好战尸杀 吃油不服刑人证的皇帝 带领九黎部族作乱 天下人都说 吃油不死 整个天下的国家或部落 都要为它毁灭了 吃油带给人类的 不仅是战乱的灾祸 更严重的是人心的变异 上书履行中说 吃油开始叛乱的时候 牵连到平民 到处都是贼寇劫掠 争名夺利 虚伪诈骗的乱象 由于吃油的蛊惑 百姓善良的本性被蒙蔽了 他们失去了纯真美好的心灵 背离了神 据国语记载 在炎帝之后的少昊时代 因为酒离乱得 民神杂柔 人神共存的秩序和法则打破了 祭祀失去法度 百姓亵渎盲事 古物也得不到神灵的降福 于是霍乱灾害频频出现 或许神农士时代的瘟疫 就是神对人道德败坏的一个惩戒 瘟疫降点时 神农士以君主之尊 承载万民疾苦 怀着仁爱无私之心 不辞辛劳以身施药 此外 神农士更注重心灵的净化 从根本上驱除瘟疫的灾难 比如 神农士发明琴色 以及古乐扶持夏某 能够到天地之德 表神农之河 具有教化人心的力量 陆史说 神农士制作了精美的色 可以调和元气 消弭欲望 古时候乐与药相通 人们弹奏雅乐 能够稳定心神 并除杂念邪欲 达到修养正气 反本归真的境界 当整个社会道德回升时 人们就不再肆意作恶了 也会反思和忏悔罪过 瘟疫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瘟疫是灾难 也是一种警示 在人类分明诞生之初 古人就告诉了我们 瘟疫从何而来 以及应对它的正确方法 瘟疫的名医吴又渴 是怎么样来治疗瘟疫的呢 而在西班牙发生的 大规模流感 和当今的武汉肺炎 又有哪些令人吃惊的 相似之处 我们来听听看 前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主治医生 杨超波医生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病毒呢 它主要就是通过 寝入人的这个呼吸道啊 引起相应的症状呢 按照中医来说呢 这个病毒它就属于瘟疫 在吴俊冲的瘟疫条片里 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叫瘟疫上寿 首先饭肺 密传心包 那么症状呢 也主要表现在肺 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流行过 很多次瘟疫 明末新初的出现了 这次大的瘟疫 明末新初呢 在中医史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中医的两大学派吧 伤寒和温病 温病学派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因为无有可能可以说是 温病学派的开山祖师了吧 那么呢 无有可才用达远瘟吧 治疗这个瘟疫 达远瘟呢 它主要是用冰壤啊 厚破草果 嗯 还有黄芹 甘草 芝麻 赤藻 新种药 治疗 在瘟疫论里呢 记载有一定的效果 是不是完全治愈的 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止瘟疫的脉延 叫做得和问号 我们说呢 之前 瘟疫是造成中国人口减少的 最主要的 不光是中国 在世界上也是减少的 那么 瘟疫造成的 这个数字 我们怎么看呢 在明朝末年吧 早一些的时间 也就是万亿二十八年 中国的人口是多少呢 是一点五亿 也就是在明朝吧 人口大致是在一亿到两亿之间的这个范畴 这场瘟疫 一直蔓延到 康熙初年 那么到顺治 大概十二年左右 中国人口多少呢 四到五千万 是几十年的时间吧 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个亿 这么大的人口减少了 那你说 我有可能 瘟疫论里面呢 它说了 瘟疫是为病 非风非寒 非疏 非失 两天之间 别有一种 一种疫情所在 你说是它了解了病因 其实呢 我感觉到 其实它透着一种无奈 瘟疫 其实一直在左右的世界政治 十八年 顺治皇帝不在位了 那么要选新的 防卫继承人 那么选谁呢 当时呢 最优秀的就是 二阿格和三阿格 那么 为什么选择三阿格作为继承人呢 因为三阿格出过道 当时呢 天花呢 传播 康熙皇帝他小时候已经出过道了 那么出过道了 他就不会再得了 不会再得了呢 选这样的人 作为国家的 最高统治者 他是靠谱的 就是他是 合情合影的 那么事实意识上也证明了 康熙皇帝他开始了康前盛世 中国的控制瘟疫应该是在 康熙年间 很多人得过天花了 他用这个 天花病人的这个鸡鸭皮 做沉默 然后呢 吹掉人的这个 鱼桶里去 然后呢 产生一个小的 这个瘟疫正达 这控制瘟疫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中国的这种方法呢 人造的这种种植呢 传到世界很多地方 可以说这是 中国股材医学 为世界健康 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的西班牙流感 从1918年到1920年吧 他应该是夺走了 5000万或者将近 5000万人口的生命 但是我们看到西班牙流感呢 他跟全球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同步的 你们知道1884年 马克思死了之后的第二年 欧洲英国就出现了肺边社 我们知道它是西方的共产主义 然后呢 西班牙流感是1918年 1917年发生了什么 俄国的十月革命 西班牙流感还没有结束呢 中国发生了五岁运动 他跟这个西班牙流感也是同步的 西班牙流感 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死那么多人 主要是 他就这样活 1918年的夏秋之际吧 西班牙流感 刺虐 夺走的人 生命是很多的 西班牙流感呢 好像跟我们这次新冠病毒的这个瘟疫 也有些相似的地方 有人说还会有一次瘟疫 这个是预言呢 我就不多说了 共产主义这个学说呢 很多人接受了 不是不觉得就觉得 哦 他说的有道理 然后不是不觉得人的行为呢 就变得走极端 容易暴力 容易冲动 这肯定不是一个善的良性的信息 还有呢 就是说假话嘛 具体的 就是说 反正世界上也是认为 中国的疫情数字是 不真实的 是虚假的 那这就是 在向世界上布一个很不好的 不是良性的一个信息 说假话 这肯定不是不好的信息 共产主义运动不是什么好的吧 你不能说它是正气吧 它应该是 天地间零股邪气吧 其实是早在《黄帝电经》就说了 正气存内 邪不可斩 邪之所臭 稀气必须 那么说呢 我在2002 2003年吧 当时我在北京 在非典前线 我有一个同事 有一个护士 他就是 看护他的妈妈 他非常爱他的妈妈 所以他守着他妈妈 很长的时间 一直让他妈妈 完全恢复了位置 整个过程 他身体一直很好 没有什么 症状 也没有发现 他感染了 那么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正气存内 那么 何为正气 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医 很多都是儒生 很多都说 不为良相 当为良一 那么 儒家的创始人之一 就是雅胜梦子 他说 物善养物浩然之正气 那么 也就是说正气 那么什么叫正气呢 正气呢 就是一种良性的信息 那么在这种良性性的所有下呢 人的免疫能够发挥出 他最好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 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很正直的人 一个心怀慈善的人 那么他的身体的状态 比如说他的补体 他的免疫能力 会显得比较强 接触到病毒 那么 这种 免疫机能好的正气族的人 他是不会被感染的 我们说这个瘟疫长眼睛 我们就是从 中医的角度上讲 正气族的人 学气 就是这个 异域之气 瘟疫 只会躲着他走 这是正相观的 所以呢 如果想可以 听众观众们 留下一句话吧 我说就是 就是手中你的善 手中你的正面 与人为善 带人真诚 去求上天的帮助 然后呢 然后呢 鬼故而自喜 以前 做过不好的事情 你真诚和善良 对在周围的人 可是 正气存内 邪不可爱 邪之所臭 其次必须 手中你的正气 好 从历史上的瘟疫 再来审视 当今的武汉肺炎 如果 我们也可以想想 在这场瘟疫来之前 我们曾经的生活 还有思考方式 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伤害 对生命缺少尊重 对我们自己的道德 有所放纵呢 如果你也可以 从这一刻开始 面对不公益 您会选择站出来 对邪恶说不 你会选择守住心中的善 凡事想到别人 那或许能够平安地 度过这场瘟疫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健康一加一 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